现在是早上6点50 刚刚从厦门大学那个医院 打了这个中英文的核酸报告回来 现在在这早餐 9点半的飞行 现在到达这个厦门机场 我天啊 排队这么多人 我不知道要排多长时间啊 之前有朋友过来说排了5点钟过来 排到6点半 说是排到大还要有一个多长时间 就站门等持机啊 还是等什么 我也不知道 好顺利拿到登机牌 现在要去登机可了 好像这个公安会在登机可那边询问 这个出去的是有一个 到时候再看吧 希望不会被劝罚 本来以为中国公安会 向我要求看这个营业执照啊等等 什么翻手机啊 其实都没有 就问了我一下去干嘛 然后这个在国内什么工作 这些东西 然后就放我过去 总共不超过5分钟吧 来厦门人士度 登了上去曼谷的飞机 这趟去曼谷的飞机好大 婚姻787 最多可以坐330个人 这个窗户特别有一个意思 先变一个按钮 可以变丝 是不是特别好玩 现在泰国时间1点56分 终于这个走出飞机 现在在这边准备去给泰国人来检查 我在这边用这种证明 这种东西了 好 已经顺利通过海关 进入泰国了 下面先去拿行李 等会就坐这个巴士 到住的青年旅舍了 现在曼谷时间2点41分 已经上车了 他们说这个车30分钟 一般其实也不少 2点40分钟 迟了是几分钟了 最便宜的方法 60泰铢到考山路 好下车了 到达考山路了 我订的这个青年旅舍 就在考山路附近啊 下来嘴巴几台米就到了 这只窝顶有多大呢 用手机对比一下 看看 真的好大 这个就是我今天住在青旅的房间了 这个床位是个太空舱 它这个灯还能变换颜色的 这里面还有空调 那个USB口 非常有意思啊 实际上这个房间里面的光 没有屏幕上看到这个奇怪 房间里面应该是蓝色的光 但是这个屏幕上面 感觉上面蓝下面 颜色非常的怪异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好 我先睡觉了 好 好 好